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 哇我终于拥有一个一株了 这个斧头茉莉花了 而且这个是什么呢 是那种空中的高枝鸭条环枝花 你看我是不是以前有看见我的视频的发友 我有做过 就是叫我年纪帮我做的 这个是我面讲的 这个成功了 我当初叫他做了两个 然后这个是成功的 他说昨天看了 那个根已经长得很旺了 然后它白色的 那如果根差不多要变成绿色的 就是要马上切开 要不然它很难活 就是根 因为它那个土毕竟是很少的 哇我真的是超级开心 我不知道 虎头茉莉呢 牵插好像不那么容易活 因为我前阵子有牵插 好像没活 这个你看牵插也没有 所以呢我这个邻居呢 他就帮我 高枝鸭条花 就是用这种的 然后把皮切开 然后包土 时不时要注点水 哇真的好开心哦 这个虎头茉莉呢 是有三片叶子的 正常的茉莉花呢 只有两片叶子 所以呢 北加州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在那种 风梯坡 风梯坡好像没有 或是 我们这边是在Amstern 曾经有看过 像这种的茉莉花呢 你应该买 很难买到耶 在北加州非常容易买到 很不容易买到啦 很不容易买到啦 sorry讲错了 很不容易买到 而且它那个香味真的好奇 超级好闻 你看 哇我真的太开心了 而且它有两个花苞 这边一个 这边也一个 然后它帮我种好了 我就直接拿回家养就好了 这种呢就是百分之百的存活力 然后呢 扦插呢 我前阵子也有扦插 因为我 把它这个花 摘起来的时候呢 花谢的时候呢 我就扦插在土里面 就像这样子 我把这个花摘回去 放在房间里面 超级超级的香 超级超级的好闻 我超级的喜烦 茉莉花是洗羊的 我会给它放在有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个礼拜呢 先检查出 先 从枝上呢 刚 剪下来呢 我会给它放在阴阳处 通风很好的阴阳处 等到一个礼拜之后呢 或者两个礼拜之后 我会给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好 非常开心 今天得到了 斧头茉莉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